佛光照大地 法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2022年欧洲佛光干部讲席 睽違三年之后 日前是再度登场 今年特别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希望之光 这是由欧洲各国佛光人 来集体演唱 同时也呼应大会的主题 智慧与创新 来向世界传递温暖关怀 高亢嗓音唱出对世界的关怀 唱出满怀希望 透过欧洲250位佛光人和声 这首希望之光传递无限温暖 欧洲的深重 佛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曲 把不同语言 譬如说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话语德语的希望之光 怎么念 他就透过微信传给我们 心中要有后遇 心中要有后遇 我真的很希望说 入过一首歌 再给大家心中一种平静 它是一种情谊 唱着唱着我们心中的那一奖歌 我心中的那一道希望之光 就会慢慢的点亮 2022欧洲佛光干部长席会 演唱主题曲希望之光 这道老师林颖倩远从马来西亚 来到现场亲自指挥 从谱曲到练唱点点滴滴 佛光山海外巡见院院长满千法师 以及各道场三行二众集体创作 把这首人间姻缘送给全世界 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了解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欧洲佛光人欢喜齐聚 发愿实践新闻大师想搞事给精神 提及学习为接下来的全球佛学会考做准备 现场还可以看见挪威小童军 义脉募集建设基金 要在2022持续发扬人间佛教 传递世界 6月是挪威奥斯路综合报导